生物理学基础 第一章 什么是生物理学 通过学习本章 作者可以定义生物理学 净理学 动力学 运动学和动力学等数语 并解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描述生物理学专家提出的科学探索范围 区别人体运动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法 解释如何提出关于人体运动定性分析的问题 使用本章禅明的十一个步骤来解决正式问题 为什么有些高尔夫球手要切球 工人应该如何避免腰痛 体育老师如何帮助学生学习排球下手发球 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容易跌倒 我们都很欣赏各种体育运动中 高水平运动员流畅优美的动作 我们还观察了幼儿笨拙的第一步 打石膏的患者前进时缓慢和犹豫不决 如果还让老人的蹒跚步态 几乎每节活动课上 都会有似乎很轻松就能够取得新技能的学生 或在进行跳跃时出错 或者在试图抓球 进攻 发球时错过球的学生 那么 是什么让有些人如此轻松地完成了复杂的动作 而这些动作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相对困难的 尽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根源可能是生理 心理 社会学问题 但是所发现的问题都具有生物力学属性 本书将鉴别 分析 解决人体运动的 生物力学相关问题提供一个基础平台 生物力学定义和观点 生物力学 力学原理在生物体研究中的应用 20世纪70年代初 国际科学家采用生物力学 以此来描述 涉及生命器官力学方面研究的科学 在机动学和运动科学领域 人体是最受欢迎的研究对象 生物力学所研究的力 包括肌肉产生的内力 和作用于身体的外力 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涉及力的作用分析 生物力学专家 以力学为工具 来研究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 净力学和动力学 是力学的两个主要分支 净力学是研究物体处于 恒定运动状态的体系 其静止 无运动 或以恒定速度运动的体系 动力学是研究物质 存在加速度的体系 生物运动学和动力学 是生物力学的更细分支 我们在观察物体运动时 所能够看到的是运动的运动学部分 运动学研究运动的幅度 发生的顺序和发生的时间 而不考虑由运动引起或产生的力 众所周知 一项运动或一项运动技能的运动学 通常也被称为方式或技术 运动学描述运动表现 而动力学研究与运动有关的力 力可以被认为是 作用于身体的推力或拉力 人体生物力学的研究 可能包括这样的问题 如肌肉产生的合力 是否最有利于运动 以达到预期目的 虽然生物力学 作为一个公认的科学研究领域 还比较年轻 但生物力学方面的考虑 却在几个不同科学、学科和专业领域 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它们可能是在动物学、骨科、心脏或运动医学 及生物医学或生物机械工程学 物理治疗学、人体运动学等方面 有学术背景的生物力学专家 它们的共同之数 是对生物的结构和功能的 生物力学方面的感兴趣 人体运动的生物力学 是机动学的 分支学科之一 是关于人体运动的研究 一些生物力学专家研究的是 头鸟运动 通过狭窄动脉的血流量 或口腔微图等主题 本书主要集中在 人体运动生物力学的运动分析方面 生物力学也是 运动医学的一个科学分支 运动医学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 包括体育运动的临床和科学方面 美国运动医学会是此类组织机构的范例 这种组织机构通过科学家和临床医生 对运动医学相关话题的兴趣 来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 生物力学专家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通常 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 生物力学专家研究的问题或难题是不同的 例如 动物学家研究了几十种动物在跑步机场 以可控的速度进行走、跑、快走和快跑的运动模式 来确定动物为什么在几定的速度下 选择特定的步频和步伏 他们发现 像狗那么大的动物 跑步的实际消耗能量比行走更少 但是像马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 跑步比行走消耗的能量更多 这类研究的挑战之一 是如何使猫、狗或火鸡在跑步机场跑步 对于人类 跑步的能量消耗 随着跑步的速度和跑步者所承载的负荷的增加而增加 几定的次于最大跑步速度下的渗养量 反映的是跑步效率 跑步效率是生理和生物力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包括训练时、训练量、灵活度、刚度和饮食的记录 有趣的是 研究证明 赤脚或穿最低限度的鞋 跑步比穿跑鞋更有效率 这可能是由于足部弹性能量的储存、释放与鞋重的差异所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赞助了一项多学科的生物力学研究 以促进对微重力在人体肌肉骨骼系统方面影响的理解 令人担忧的是 离开地球 重力长仅几天的宇航员回来时会出现肌肉萎缩 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的变化 还有骨密度下降 骨矿质沉积和骨强度下降 这些变化在下肢尤其明显 目前骨质丢失问题是长期航天的一个限制因素 骨吸收增加和钙吸收减少 似乎是造成骨质流失的原因 从早期的航天活动开始 生物力学专家就设计并制造了一些在太空使用的运动装备 来取代在地球上的常规维持骨代谢的活动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设计可在太空中使用的跑步机 形容跑步机能使下肢骨骼承受变形和应变速率 这是刺激新骨骼生成的最佳方式 其他方式包括将肌肉自主收缩 与电刺激相结合 以维持肌肉量和张力 然而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防止骨骼和肌肉在太空中流逝的替代方式 在地球上 维持正常的骨密度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骨质疏松症表现为骨矿物质 质量和强度严重受损 日常活动亦导致骨痛和骨折 大多数老年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女性发病时间相对较早 而随着人群寿命的增长 骨质疏松症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日益普遍 大约40%的女性在50岁之后 会发生一次或多次骨质疏松性骨折 60岁以后 老年人的骨折90%与骨质疏松有关 最常见的骨折部位是椎骨 一旦出现骨折 就意味着未来脊柱和宽布骨折风险的增加 在本书第四章 对本话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人就老年人的生物力学专家 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活动障碍 平均能力下降与年龄密切相关 老年人身体晃动和跌倒的发生率远大于年轻人 这些变化的原因尚不清楚 跌倒尤其是跌撞造成宽布骨折 对老年人带来了极其严重且昂贵的医疗问题 跌倒往往会导致很大比例的宽布 腕布和追过骨折 头部损伤和撕裂 生物力学研究小组正在研究使人避免跌倒的生物力学因素 例如跌倒时安全着陆的特点 跌倒时身体不同部位所承受的力 及防止跌倒的方法 严床事物力学的研究 已是脑瘫患者因积张力过高 和痙攣所造成的异常步态得到了改善 脑瘫患者的步态 特点是支撑向时 膝关节过度区区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手术延长锅绳基建 来促进支撑向时膝关节的生产改善 然而对于一些患者 这种手术也会降低 步态、摆动机、膝关节的区区 导致逐步拉伤 研究表明存在这一问题的患者 在摆动机时 骨质机与锅绳基有明显的协同收缩 骨科医生开始通过手术 将骨质机连到逢降机上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创新的生物学研究方法已经为 脑瘫患者实现正常步态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生物力学专家的研究 也使西以下节制的儿童和成年人的步态 得到了改善 用甲质行走会有额外的代谢需求 这对于老年节制者和参加 有氧运动的年轻节制者来说 尤其重要 针对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系列在行走过程中 储存和释放机械能的下肢和足部甲质 来降低运动的代谢成本 研究表明较灵活的甲质 更适合跳跃和快速行走 而较稳定的甲质 一般更适合老年人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 新的仿生甲质 实在更好的模拟正常步态 职业生物力学是一个致力于 预防工作相关性损伤 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工人绩效的领域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了解到 与工作相关的腰痛 病因不仅可能是因为搬运重物 还可能是异常姿势 突然的动作及工作者的特点 生物力学专家也通过设计创新的设备 为改善运动能力做出了贡献 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克莱普式冰鞋 这种在脚趾附近 装有脚链的速滑鞋 使得滑冰者在退离时足底可以弯曲 从而使滑冰速度比传统冰鞋 提高5% 在运动设备和服装方面的许多创新 源于风动实验结果 在实验过程中 对特定运动实际上遇到的 空气阻力进行控制模拟 例如用于竞技自行车比赛的 空气动力学头盔 服装和自行车设计 及与速度有关的比赛 如游泳 田径 滑冰和滑雪等 中所穿的超光滑套装等 风动实验还被用来确定 进行跳台滑雪 这里比赛时的最佳体态 运动生物力学专家 也致力于研究 提高运动能力的生物力学或技术 有一个相当戏剧性的 因生物力学分析 提高运动能力的例子 四次铁饼奥运冠军 铁饼投掷的力学分析 要求对影响铁饼飞行的 主要力学因素 进行精确评估 这些因素包括 一 铁饼制输出的速度 二 投掷铁饼的角度 三 投掷铁饼时距离地面的高度 四 迎角 铁饼相对于主流气流的方向 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 研究人员可以预测 能使运动员投掷出 最远距离的 四个变量的组合值 高速摄像机可以非常详细地记录 这一运动过程 当分析影片或录像时 可以将实际的投掷高度 速度和影角 与计算机生成的实现最佳运动成绩 所需的值进行比较 这个冠军在43岁时 以8.2米的成绩 突破自己的最高奥运成绩 虽然很难确定动力和训练 对这一进步的贡献 但他的成功的一个原因 是生物力学分析技术的提高 因为技能型运动员的运动能力 已经高于平均水平 所以针对他们的技术 进行的大多数调整 也只能产生相对有限的效果 一些由运动生物力学专家 进行的研究 与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 运动医学部合作进行 通常这项工作 是与美国国家提供教练 直接合作进行的 以确保结果的实用性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赞助的研究 提供了许多关于 运动中接触表现的 力学特征的新信息 由于科学分析设备的不断进步 未来运动生物力学 在改善运动能力方面的作用 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生物力学的影响 也体现在非运动员和运动员喜爱的运动中 如高尔夫球 通常可以在高尔夫球场和设备商店 获得由生物力学专家 设计的高尔夫球挥杆动作的计算机 分析视频 生物力学可以通过分析 高尔夫球运动的运动学和动力学 来优化所有的高尔夫球手 机球的距离和准确性 包括打球入洞 运动生物力学专家的其他关注点 是通过识别危险行为 设计安全的设备 服装 来尽量减少运动损伤 例如 对于休闲跑步者 研究表明 错误训练 如跑步距离或强度的突然增加 累计里程的超标 其在活形地面上的跑步 是造成过度使用磨损的 最严重的危险因素 当这项运动属于设备密集行时 安全相关问题的复杂性 就会增加 防护头盔的评估 不仅要确保 头盔的抗冲击特性 以提供可靠的保护 而且要确保 头盔不会过度限制 佩戴着周围的视野 另一个复杂因素是 用于保护身体某一部位的设备 可能会增加 其他部位受伤的可能性 现在滑雪靴和绷带 可以有效地预防 踝关节和小腿受伤 不幸的是 当滑雪者失去平衡时 会造成膝关节过度曲曲 因此便于高山滑雪者的 前交叉韧带撕裂发生率 高于其他运动的参与者 与柔软的靴子相比 超过一半的滑雪板受伤 都发生在上肢 这因滑雪板而受伤的人更多 运动鞋设计是一个对安全和运动表现 都有影响的生物学研究领域 如今 运动鞋的设计 只在避免负荷过度 预防和相关损伤 提高运动能力 适合人体组成一个互动系统 针对地面或比赛台面 运动鞋因特定的运动 比赛场地 选手身形而专门设计 例如 有氧舞鞋可以起到缓中折骨功 受力的作用 为了降低膝关节受伤风险 而设计在了人造草坪上使用的足球鞋 跑鞋可用于雪地和冰上的训练和比赛 事实上 今天的运动鞋是专门为特定的运动而设计的 因此 穿不合适的鞋子会增加受伤风险 至少或在最低限度 足保护时跑步这种新思路 更为经济并有助预防 跑步造成的损伤 一些成功了的和一些仍在挑战中的案例 说明了生物力学研究中 所涉及的主题的多样性 显然 从残疾儿童的步态 到优秀运动员的技能 生物力学专家 正在为全范围人体运动的知识库 所贡献 虽然这些研究各不相同 但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 用力学原理来解决生物体的特定问题 本书旨在提供 更多生物力学原理的介绍 这里于生物力学原理 在人体运动分析中的应用 为什么要学习生物力学 从上一节可以看出 生物力学原理 被许多领域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 用于解决人类健康 和运动表现相关的问题 基础生物力学 概念的知识 对于称职的体育老师 物理治疗师 医生 教练 包括私人教练 或运动指导员 也是必不可少的 生物力学入门课程 促进了对力学原理的基本理解 提供了他们在分析 人体运动方面的应用 知识渊博的人体运动分析员 应该能够回答下列 与生物力学有关的问题 为什么游泳不是骨质疏松患者 最好的锻炼方式 可变阻力式运动器械 背后的生物力学原理是什么 知识中物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 通过视觉观察 判断哪些动作更为有效率 球 铁柄 锤子 或标枪 应该以哪个角度投掷 以达到最大距离 从什么距离和角度 来观察患者从坡道上 走下来 或排球运动员发球最好 什么策略可以使老年 或足球运动员的身体 保持最大的稳定性 为什么有些人 不能在水中浮起来 读读本书的每一章 开头的通过学习本章 读者可以是快速了解 这张重点内容的好方法 对那些涉及人体运动的 目测和分析的职业规划人员来说 对这些主题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 科学研究的目的 通常是为一个具体问题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回答一个具体问题 然而 即使对非研究者来说 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是现代社会 正常工作的实际需要 具体问题的应用 也是说明基础生物力学 概念的有效途径 定量问题与定性问题 对人体的运动的分析 可以是定量的 也可以是定性的 定量意味着涉及数字 而定性指的是 在不使用数字的情况下 对特性的描述 在观看了一次 立定跳远后 观察者可能会定性地说 跳得很好 另一观察者 可能会定量地宣布 这次跳远成绩为2.1米 其他定性和定量的描述例子 如图1-3和1-4所示 重要的是认识到 定性并不意味着大致的描述 它可能是大致描述 但也可能是非常详细的描述 例如一个人走在街上 还可以说这个人走得很慢 周心偏向左侧 以使右侧负重时间越短越好 第二种描述完全是定性的 但提供了更多运动的详细信息 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 在人体运动的生物力学分析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生物力学研究人员 在试图回答 与生物力学有关的特性问题时 很大程度上依赖定量技术 临床医生、教练和体育老师 定期对他们的患者、运动员或学生 进行定性观察 以为他们提供意见和建议 解决定性问题 在日常活动中 经常会出现定性的问题 主书穿什么衣服 是主修、植物学还是英语 是学习还是看电视等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都是不确定因素需要解决 因此 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大组成部分 是解决问题 分析人体运动 无论是识别异常步态 还是改进技术 本质上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这无论是定性分析 还是定量分析 其过程都是从识别问题 到研究或分析问题 最后给出答案 要有效地分析一个运动 首先必须提出一个 或多个与运动相关的问题 根据分析的具体目的 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一般的 也可能是具体的 一般问题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一、运动是足够的 或是最佳的力量进行的吗 二、运动是否能在适当范围内进行 三、执行这项技能 身体动作的顺序是否合适或最佳 四、为什么这位老年女性 有跌倒的风险 五、为什么这个先球运动员 没有将球投制到更远的地方 更具体的问题可能包括 一、在布探的站立期 是否存在过度悬前 二、球是在肘关节 完全伸展的瞬间投出去的吗 三、选择性加强股内斜肌 是否能够缓解病股的错误轨迹 一旦确定了一个或多个问题 分析人员运动的下一步就是收集数据 体育老师、治疗师和教练 最常收集的数据形式是定性的目测数据 也就是说运动分析人员仔细观察 正在步行的运动 并做书面或心理记录 提前计划进行观察的最佳距离和角度 所以获得最佳的可观测数据是有用的 第二章详细讨论了 定性分析人体运动的这些因素 和其他重要的考虑因素 正式问题与非正式问题 当遇到数学或科学领域的问题时 许多人认为他们无法找到解决办法 很明显一个既定的数学问题 不同于穿什么衣服 去参加某个社交聚会这类问题 然而在某些方面 非正式的问题更难解决 一个正式的问题 如一个既定的数学问题 以三个离散的分量为特征 一、一族已知的信息 二、一个特定的目标 答案或期望结果 三、一套可用于 从已知信息中提出答案的操作或过程 然而 在处理非正式问题时 人们可能会发现已知信息 使用过程 甚至目标本身等 这都是不明确或不易识别的 解决正式定量问题 正式问题是将模糊概念 转化为明确的 又具体原则的有效工具 这些原则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 并应用于人体运动的分析中 那些认为自己无法解决 正式既定的问题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 没有意识到 解决问题的技能是可以学习的 本书就给出了 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而大多数学生 没有接触过关于解决问题的 一般策略的课程作业 一个解决问题的简单过程 包括11个步骤 一 仔细阅读问题 在进入下一步之前 可能需要阅读几遍这个问题 只有当你清楚地理解 所提供的信息和要回答的问题时 你才会理解步骤二 二 以列表形式写出所提供的信息 如果符号是有意义的 那么符号用来表示物理量 如速度用无意来表示 是可以接受的 三 如果需要解决一个以上的问题 则以列表形式写下所需要的内容 或需要确定的内容 四 绘制一个问题 情景的示意图 清楚地指出所有译之量 并用问号标注 虽然某些类型的问题 不容易以示意图的方式表示 但为了准确地可视化问题的情况 在可能的情况下 进行这一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五 确定并写下可能对解决问题 有用的关系或公式 不止一个公式可能有用或何必要 六 从步骤五的公式中 选择包含已知变量 来自步骤二 和所需未知变量 来自步骤三的公式 如果公式只包含一个未知变量 但确定的变量 则跳过步骤七 并直接进入步骤八 如果你不能确定一个可行的公式 但更难的问题中 在某些基本信息 可能没有具体说明 但可以通过推理和对已知信息的 进一步思考和分析来确定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可能有必要重复步骤一 并重审该问题在文中的相关信息 八 一旦确定了适当的公式 写出公式并将问题中的已知量 替换为可变符号 九 利用附录A中所描述的 简单代数技巧 通过一 改写方程式 使未知变量在等号的一侧 和二 将方程式 另一端的数 简化为单一数量 来求解未知变量 十 最得出答案进行一次 常识性检查 它看起来是太小还是太大 如果有问题 请重新检查计算过程 此外 检查以确保 最初在问题陈述中 提出的所有问题 都已得到答案 十一 将答案清楚地写在方框中 并包括正确的计算单位 计量单位 提供一个与定量问题答案相关的 正确计算单位很重要 显然 两厘米和两千克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重要的是 要识别与特定物理量相关的计算单位 例如在国外旅行时 为汽车订购十千米的汽油 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美国 英智仍然是主要使用的测量系统 英智度量横产生的几个世界以来 主要用于商业和土地分割 具体单位主要来自于皇室法令 例如一马 起初定义为 从国王亨利一世的鼻子末端 到他伸直手臂的拇指的距离 英智度量几乎没有逻辑 在这个系统中 认为一英尺是12英寸 三英尺是一马 5280英尺是一英里 16央司是一磅 2000磅是一吨 目前除美国外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采用的度量横 都是国际统一制度 国际单位制度 这种国际统一制度 通常为S、L或公制 公制卷于18世纪90年代 是国王路易十六 向法国科医院提出的一项要求 尽管这一制度在法国一度失统 但是在1837年又被重新接纳 1895年 17个国家签署了米制公约 同意采用公制 从那时起 由于以下原因 公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一 它只需要四个基本单位 米 强度 千克 质量 秒 时间 K 卡尔文 温度 第二 精确定义基本单位 和复制量不受重力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 除时间单位以外 所有单位都与实的系数相互关联 这与英制纪量单位之间的转换 需要大量换算系数形成对比 第四 该系统在国际上得到了应用 由于这些原因 敌科学界几乎完全使用公制单位的事实 所以公制也是本书所使用的单位系统 对于那些不熟悉公制的人来说 英学会把英制单位换算为公制单位 两个经常用到的换算公式是 一英寸等于2.54厘米 一磅粒也等于4.45牛 复鲁三列出了这两种系统中 所有相关计量单位和通用英制公制换算系数 小杰 生物力学是一门将力学原理 用于生物体系和功能研究的多学科科学 由于生物力学专家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专业领域 生物力学研究可解决一系列的跨学科问题和难题 生物力学的基础知识 对于升职的体育老师、物理治疗师、医生、教练 包括私人教练和运动指导员等专业人员 运动分析人员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中提出的结构化方法 只带帮助识别、分析和解决人体运动相关的问题或难题